這個表格我現在要放到Excel裡面分析 那或者是自動化 這樣也可以自動取得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對不對 然後再到Excel裡面 開個新的工作表 那其實在Excel裡面有一個是 資料裡面有一個什麼 從Web 從Web的這個功能不知道 根本沒有用過 就是說它可以從網路上面 在某個網頁裡面一個表格 就可以自動匯進來了 而且可以寫成VBA 那其實還蠻多人會需要用到 因為每天可以自動從 網頁網路上面撈資料 那個這個需求還蠻大的 但是很多時候會怎麼樣呢 就是說呢 雖然可以撈資料 我們按一個Enter 它會到了這個網頁 但是呢會有遇到一些問題 很多證券相關的從業人員 就是因為它每天都要撈資料 可是他們只能怎麼樣 土法煉綱 Ctrl-C Ctrl-V Ctrl-C Ctrl-V 那多少當日的行情 多少Page 所以他們可能這樣撈 每天都撈資料都瘋掉了 所以如果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這邊的箭頭 點一下 打勾的話 有個匯入對不對 按一下匯入 它問你說匯入到哪邊 你按一下確定 基本上當然你這樣匯入的話 應該會把外部資料 都匯入到Excel了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有沒有取消群 取消群它會出現什麼 資料沒有進來 可是就會 欸你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沒辦法匯入資料 基本上 當然 這個很多網路上面的資料 它也知道你會撈它的資料 所以它會做一些保護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保護取消的話 交給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以後如果有保護的話 你可以把它保護給關掉 它就不保護 不保護之後資料就可以抓下來了 但是這個方法 僅限於它的保護是用JavaScript寫的 因為它不保護 因為它不保護 與它不保護 而且那些保護 你 這 你 有 有 大 是